古代苏美王表是历史上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献 记录了许多古代文明的国王在位时间和其他重要事件 然而苏美王表中却有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 比如一些国王的在位时间巨大差异 以及当时超越时代的科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苏美王表中一些国王在位时间的巨大差异 例如苏美王表记载的第一任国王阿尔古勒在位时间 竟达到了28800年之久 这个数字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而后来的国王在位时间也相差悬殊 有的只在位了几年 有的则在位了几十年 这种在位时间的巨大差异 让人不禁怀疑苏美王表中的时间记录是否准确 或者说苏美人的时间观念和我们现在的时间观念有所不同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 苏美人使用的时间单位是天文年 而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365天一年 一个天文年是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大约为365.24天 因此 苏美年实际上只有360天 如果将阿尔古勒在位的28800个苏美年转换为现代时间 其实只有80年左右 但是 即使考虑到这个因素 苏美王表中一些国王在位时间的巨大差异仍然让人难以理解 或许这说明了当时苏美人的历史记载方式和时间观念与我们现在不同 需要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 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 当时苏美人拥有超越时代的科技 在苏美王表中记录了许多神秘的发明和技术 比如飞行车 飞行器 天文仪等 这些发明和技术超越了当时的科技水平 令人不禁感叹古代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 然而 这些技术和发明的真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 一些人认为这只是苏美人的想象和幻想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技术和发明确实存在 只是被后人遗忘或失传了 无论如何 这些神秘的技术和发明都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和想象力 也许 这些神秘的发明和技术能够激励我们不断追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探索更加广阔的宇宙和未来 除此之外 苏美王表中还有许多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 例如 苏美王表中记载了一次大洪水 据说这场大洪水淹没了整个苏美地区 导致许多城市被毁 许多人死亡 这个故事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出现 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洪水故事 甚至有人认为这个故事与圣经中的挪亚方舟有关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还存在争议 但它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无助和脆弱 同时 也提醒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环境保护 预防和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总的来说 苏美王表中的历史和故事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产 更是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启示 它们激励我们探索和挖掘人类文明的深层次意义 反思我们的历史和未来 以更加科学 理性和人文的态度来面对挑战和困境 最后 我想说 历史是一本永不翻篇的书 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研究它 以启迪人类文明的未来 好了 时间不早了 老王我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明天见